那么您说到长征三号甲火箭 它的可靠性为舰上计算机 它是这个火箭的大脑 火箭的所有控制制令由它发出 那么长征三号甲火箭 现在的舰上计算机不可靠性得到了印证 那么这个火箭和其他火箭最大的不同 最大的特点是在于它的三甲 那么这种推进机它消耗的损耗的非常的快 所以这个时候火箭要随时的补加推进机 在火箭立在发射台上的时候 保护它不受雷击 三级来说 因为它已经飞行到这个轨道上去了 我们主要追求它的是性能 也就是说火箭的单纯性能要比较高 如果把火箭一二级也用就 五十秒 五十秒 停 它成一转的自动控制 七叉154跟踪正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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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轨道先给你